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总结一下我们在这个旅程的收获 首先我们第一部分 Grab AR是什么 由于Grab AR它是一个图相关的项目 然后大家可能对类似于关系表数据可能比较熟悉 对图数据有点陌生 其实图数据它就是一个关系表数据它的转化 在其中抽象出类似于点和边的一些构造 然后抽象出来的一个图数据结构 它其实就是 它点可以是一个节点或者实体 然后边可能是它们节点之间的关系 还有一些链接 然后实体实体之间的关联关系 它其实就是一个图数据 然后现实生活中其实存在着大量的图数据 比如说我们经常上网的时候的那些网页的链接 它网页可以是一个节点 然后它里面的超链接就是节点之间的一个link 然后比如说社交网络图 还有医学上一些生物结构蛋白的种 也可以抽象成图数据 然后其实现实生活中 其实存在着超过千亿数量级的图数据 比如说像我们经常做Benchmark 用到的那些Twitter Facebook的数据 其实都有百亿千亿的级别 然后我们知道现有的 大家熟悉的关系表的数据 它其实是由事实上的文件格式标准 类似于Apache.org这样的列存文件格式 但图数据生态其实是 现在还没有比较标准的文件格式 所以Apache.org就是这样一个项目 它是针对图数据的一个文件存储格式 它不是图数据库 也不是绑定在某个数据库的一个归档格式 它其实是一个开源的还有独立于系统的一个文件存储 也要方便比如说不同的图数据库或者知识图谱 或者图学系统之间 它们进行数据之间的交换 还有导入导出 然后这简单说一下 就是Graph AI的特性 它主要是很有点像Sberg 它是基于就是现有的这个数据文件格式 PakQ2 然后就我们不想就是自己从零开始 就构造一个数据存储格式 我们就基于现有已经流行的PakQ2 然后在这上场 我们可以保存一些图的语义 比如说它的schema和临界表信息等等 然后支持不同语言的library 还有在这之上我们抽象出一些通用算式 来支持一些外存的图查询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介绍 稍微简单介绍一下Apache Graph AI它的源起 它其实来源于我们在我们团队 就是阿里巴巴Graphs Go团队内部的一个需求 我们简单说一下Graphs Go Graphs Go是阿里巴巴图计算 开发也要开源的一个一站式的图计算平台 它包括了图分析 还有学习 还有查询 然后底层可以支持不同的存储 可变图存储 还有动态图存储 以及其他一些可能database类的图存储 然后在最初始的时候 不同的存储之间 它其实是有各自的归档格式 或者我们需要不同的存储间 它进行数据的导入导出时 它可能就是要各自的相互适备 或者我需要导出成 类似于PackUall的这种 针对关系表数据的一些文件格式 那我们在想图数据 它其实是有自带的自己特性的 那我们是否能设计一个 就是我们在想 我们是否可以设置一个 就是专门针对图数据的一个文件存储格式 然后所有的 比如说所有的存储 我都可以适配到这个格式之间 那它的导入导出 除了我在保留图仪的同时 能够快速地 就是从文件中导入到我的存储中 然后另外 你上层的引擎 它也可以作为一个外存的存储 来方便上层的引擎 来做计算或者查询 然后下面就是GrabVR项目的一些 简单的时间节点的历史 我们是2022年10月份 就开始这个项目 然后在12月就是应用到了 GrabSco的生态当中 然后在1月份进行了开源 然后经过差不多一年 我们等一下吧 等一下 我们可以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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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会快一点吗 对对对 是我们跟就是 就是IQ或者CMX 比较是会快的 才行 还能熟通过 但是目前就是 或者是未来做计算 过去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目前是 POPP用外套 或者是有多幅ему展示 未来就怎么 spec 对对 但是我们是 更偏向一个传手体的 对对就可以 索索它直接用它就文化 因为数据之间像索索这种 就是gremlin的一个决策 对 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直接支持它 直接在用数据的产生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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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智瑶 对 不是 更顶层下面的 就 因为 數据过 对 对 但是不能数据过 它可能 所以在数据中 它会磨到个个牌 是吧 但他们各种可能 你自己设立的格式 那我 这个就是一个 国内性 实际的 未来 成为一个标准 大家這個失陪單位也不用擔心 因為各種失陪 對它導入到處 我消費者的順序 因為有個性的消費者的設計 我也要去 我曾經會對兩名MEMBER的 我都得去跟它們的設計 我得去跟它們的設計 我得去跟它們的設計 其實未來是可以 我有今晚去 我就是會去做 這個時尚的就修改 現在還是黑件的 會來一下這個 有些有些有 對 就把它聊一下 背部 那這樣就是又造了一個主席 造那種的設計 那你又支持茶學嗎 茶學是上次在做的 提供一些可能聊原子的操作 接口 它可以去直接操作 對 它可以基於這個接口 或者基於這個算子 它可以組合 那你這次如果需要去部署 那你直接就是 可能就 Legistry 或者 Opt 提供一個Library SBK 它去 吊讀寫 或者吊一些 鄰居的叉找 就是 不要再避充 對 不用不用 你這次 你這個選擇 從 我那邊要 從一層 七七六六五代 它可以直接從 我 拿我這個當中的外層 來 來直接 用電力 或者是 技術的 然後把 解釋 對 它也可以 把它就是 載入 它自己那一層 去存取 對 這樣其實成分 從現在 有實際的狀態 因為 你寫的環境外 它有 對 我確認 會不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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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向這個 因為 這個類的 快Q Opt 就是這樣 你上層的類似 SF 或者其他的 數據股的 計算 Spark 它一直 是有這個 嗯 包裝上都 到底有快多少 因為 我都想到 都數量幾個 都數量幾個 怎麼數量幾個 都快 就是 公眾的 那些 Conference的 或者Tater的 那麼 你比較 因為 我們是 在 純粹程序的 按照 圖的 人家 就 排不去 就是 它那個 如果它是我按了70遍 做排斥或者按足夠的排斥 它載入的時候它不會在 比如說上官搜尋或者其他一些 途徑的情況 曾經後進去是平均表的 那一體重體動作 它載進去追蹤就行了 載進去追蹤就行了 它要追蹤就行了 所以如果想知道追蹤就行了 這肯定會 網子在這裡 網子也在推 可以看能不能跟其他人 就是一路經常做 因為它使用到前面 所以感覺 大家都是同屬性的 對呀 對 所以它的大家是有 反正是有這種需求 所以 沒事 繼續 喂 喂 好 我們繼續 對對 回到PPT 這個就是 國安AR格式的一些歷史的節點 首先這個10月份 進行 就 開始這個項目 然後 2022年12月份 就是應用到Graphs Go上 然後 23年1月份 就是 開源 然後經過一年的發展 以及社區的拓展 然後 在24年3月份 就進入了 Apache Incubator 然後 下面就是我分享的一些 主要的內容 就是Apache Incubator的 一些Journey 就是旅程 在 進入Apache Incubator之前 我們項目 每個項目都會 都會 問一下自己 我們為什麼選擇 進入Apache孵化器 對 對於國安VR來說 它主要有 這四個理由 一個是 它 這個圖書域領域 其實是存在的需求的 我們做的調研就是 你像現有的 就是 無論是知名的 圖書功能 知名的Neo4J 或者國內的Nebula 還有 蚂蚁的2Graph 或者Apache的Huge Graph 他們就是 他們現在的 就 龜檔的格式 其實是比較次變化的 每個數據庫 它都有自己 設計的格式 其實是不太互通的 然後你如果 不同的圖系統之間 進行導入導出 那你 系統之間 就需要 各自進行 適配 然後 它其實就是 如果有一個 比較標準的 數據存儲格式 的話 大家都適配到 這一格式上 可能會 從 類似於我 複雜度 從一個m乘n 我可以降到一個m加n 然後 就是 另外 既然有這個需求 那我們想 我們想 我們這項目肯定 不能在 阿里巴巴的奧克下 進行 開源 然後大家應該都不會 其他的廠商都不會 願意 就是在這個奧克下 大家進行合作 所以 第二個就是 阿帕奇平台的 它是有廠商中立性的 那你 進入阿帕奇 孵化器之後 其實大家都會 很願意的 在這個平台上 進行合作 然後第三個就是 阿帕奇平台的一些 開門包容性 它可以就是 吸引到 各式各樣的開發者 來大家一起 共建這個項目 然後第四個就是 我們關係表的 標準率 它其實也是在 阿帕奇項目 那 就是 就是 理所應當的 我覺得 Grab AR 在阿帕奇下 也是很合適的 所以 我們決定在 要進入 阿帕奇孵化器之後 我們就是 來看一下 進入 阿帕奇孵化器 需要什麼要求 阿帕奇 Incubator Coupo 它是有寫的 就是進入孵化器 你除了有一個 code base之外 最基本的就是 你要一個 基本的社區 它的社區 至少有多樣性 比較有多樣性 一點 不能層層的 都是來自同一個 公司的開發者 然後 在 我們內部 由於 它是 阿里巴巴出來的項目 其實在 前期 它的主要開發的 都是 阿里巴巴的 但為了 構建一個 多樣性的社區 然後 Grab AR就是 通過了 一些 就是 傳播渠道 比如說我們參加了 開源之下 還有一些 宣傳 比如Hep News 還有在 Sigmo 上的 學術論壇上去 推廣我們的項目 然後這樣 我們 就吸引到了一些 外部的開發者 比如說 John 他是 他是 參與到 前期參與到 Grab AR項目中 主要負責 Java的 SDDK的開發 然後 他現在也是 Grab AR的 PBMC Member 來自俄羅斯的 Sam 他之前是 在 在 Spark社區比較活躍 然後 是 對 Spark還有 Python都 比較有經驗 然後他之前也是做圖 數據庫相關的工作 然後 他也 參與進來 幫助我們 開發了 Scala還有 Python的SDK 然後他現在也是 Grab AR的 PBMC 然後 有了一個 基本的 社區 以及co-base 之後 我們就開始尋求 找Champion 然後 我們是 剛開始是 Champion Mentor 我們可以 稍微介紹一下 可能 有些人不太了解 Champion Mentor的區別 Champion 翻譯過來 可能是領路人 他主要是 幫助項目 在 前期 做一些準備工作 在 幫助他 進入 Incubator 然後在進入 Incubator之後 他的 任務就已經結束 然後Mentor 他是幫助你 在整個 孵化季的過程中 來輔助你 發展 然後 如何運營 拓展你的社區 然後直到畢業 然後 我們當時就是 找了 李玉老師 來當我們Champion 然後他 稍微了解一下 我們的項目的狀態 還有 我們進入 Apache的原因 然後 就答應成為我們 Champion 然後幫我們找到了 其他的Mentor 包括Teeson 還有Kevin 以及 小巧老師 然後 再 分享一下 如果 有朋友想要 或者有公司想要 捐助項目到 Apache 其孵化器的話 如何尋找 Champion Mentor 分享一下 我之前在 我自己的經驗 以及 在 General 列表上 登坑 了解到信息 其實是 一個是可以直接聯繫你 認識的 Incubator PNC的成員 然後另外一個 你可以直接在 General的 郵件列表上 詢問 然後 IPNC的成員 他們會 很樂意的幫你 review你的 項目 然後 如果他們 非常感興趣 他們會把 自建成為你的 Champion 還有Mentor 然後 把你帶領 進入 Apache 復活器 然後 我們找到了 Champion Mentor之後 李律老師幫我們 做了一些 全區的準備 包括提案的撰寫 還有 類似 因為 瓜威亞項目 它 初始 不是特別 是獨立系統 沒有 歸屬於 就是 某個 圖書庫 所以它的 依賴或者 license 都 不是很複雜 所以它幫助我們 梳理了 license 還有一些 合規方面的 問題之後 就是 在郵件列表上 發起了討論 然後 郵件列表討論 它的主要作用 就是 把你的proposal 讓IPMC的Member 來review 然後 看看你這個項目 在進入 複化器之前 還有什麼問題 或者 它是否有資格 進入複化器 它主要常見的問題 是項目定位 還有 版權歸屬 還有一些 協議方面的問題 然後 其實 這個討論 也是 也是 我們項目的成員 第一次 就是 體驗到 阿帕奇 位的 一種 經驗 因為它 其實 阿帕奇位 要求你的討論 是 公開且透明 然後 像Tyson 提出的一個問題 是我們之前項目的 主要的 討論 都是在 Google Group 還有 Slack 項目 私有的一些 渠道 所以 阿帕奇是要求 你把之前的一些 信息 交流的工具 如果在未來 進入複化器之後 你交流一些工具 是要遷移到 阿帕奇下面 要進行 歸檔 然後 對 這可能是 如果你的項目 進行到這一階段 你會 慢慢地知道 阿帕奇位是怎麼樣的 然後 然後 一般 郵件討論是 要持續七天 然後 進行充分的討論 然後 IPNC成員 可能他們提出的問題 解決之後 然後 接下來就是 投票環節 你的圈片會 幫你 在 郵件聯票上 發起投票 然後 這時候你會 如果你之前的 無論是問題 之前的步驟都已經做得很好 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會 得到一些 很 很友好 以及歡迎的一些 嘉義的拜登 像 我們當時 就是 有一些 Good luck 還有漩渦 給的一些 可能未來後續 合作的一些 建議 就你會感到 阿帕奇這個社區 真的 非常的 友好 然後經過投票之後 如果 阿帕奇的投票就是 浮化器 進入浮化器的投票 是需要有三個的 IPNC的 Member 的 三個的 加一拜登 還有沒有反推票 之後 你就會 可以 就是成功進入 Incubator 我們當時是得到了 十二個加一的 vote 還有其他是 南拜登的vote 其實 其實 你已經得 算是進入了 Incubator 但是 它其實也是一些 真正的開始 比如說後續 你其實要做的一些 是代碼的遷移 網站的搭建 這種 這時候你就會跟 阿帕奇的 就是 Infrastructure Team 有了一些聯繫 你會學到 怎麼跟他們交互 怎麼 申請 Jara Ticket 去申請一些 基礎架構的服務 還有一些 SGA CLA的簽署 這種 以及後續的第一次 發版等 這個 剛才 Lincoln Star已經 介紹得比較詳細了 這我就 不贅述了 然後以上就是我們 進入 Apache Ingu Bay的一個 旅程 然後 第四部分就 稍微總結一下 這個旅程中 我們能獲得什麼 要管VIR能獲得什麼 一個就是 你在整個過程中 其實你會 認識到 並慢慢理解 ApacheWay是什麼 然後你怎麼去 践行ApacheWay 第二個就是 你會 學習到其他 成功項目的 開發方式 比如說 你在 準備提案時 或 Discussion的時候 你可能會 去看一下 其他 比較成功的項目 他們是去 怎麼 進行討論的 像我就經常 潛伏在 Apache Arrow 和 OpenDL的 郵件列表上 去看他們怎麼討論 要學習 我感覺 這個真的 Apache 郵件列表 是一個 保障 裡面有 就沉澱了 無數的 保障 需要 大家去挖掘 然後 第三個 你就可以建立 和Apache 設計其他項目的聯繫 你進入Apache Apache 復活區之後 會有相關的項目 就關注到你 並且和你 產生聯繫 比如說 Huge Graph的同學 在Discussion 還有Voting的時候 就 給我們鼓勵 或者探討未來的合作 還有 TinkerPod的同學 在郵件列表 也探 也諮詢了我們的項目 並在未來 可能會 討論一起 做一個 合作等等 然後 另外就是 能夠進入Apache之後 你會吸引到 很多人的關注 然後可能 會有人 對你的項目感興趣 然後 來 跟你一起 進行開發 對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 大家有問題 沒有嗎 對 主要是圖領域上的一些系統 對 所以 我們 我們未來 這其實是很難的一步 就是未來 我們希望能夠 大家一起來 就是 去把 這個 格式 推成類似Apache 或者Aug 這樣的標準 這樣的話其實大家都受益 對吧 對 對 但是這個 這個路還很長 對 對 因為現在 的確沒有這樣的格式 來充當這樣的作用 對 就比如說 不同的圖的存儲格式 其實是在 就是優勢提供的方面 比如說 OLTP 或 OLH 那你 對 我們並不是 就是 他們的存儲 基本就是內存方面的 我們更遠的可能 類似於 Pakio 或者 Iceberg 這種 更傾向於可能 數據服務場景 那這樣的話 有個 在 這樣圖數據上 你不可能 每個 數據庫有 單獨的再存一份 在裡面 是吧 那我有一個統一的格式 大家都可以在裡面 進行消費 會 會不會更好一些 我們當時是這樣的願景 但是 你圖數據庫 是更上層的應用嘛 你數據服務是中間的嘛 那你 你不可能 你 你一個 圖數據庫 它用戶可能用不同的引擎 不同的圖數據庫 我這時候可能用 Neo4J 這時候用Nabler 那它每份數據 到數據服務中 都 再存一份 那這樣的話 就不會太浪費了嘛 你體積上 或者 你存儲上的消費 這種 對吧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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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可能 還是用 它們自己的存儲 但 它底層的 數據文件 可以來自於我們 對吧 Wawei啊 比如說 有些用戶 它用的一些離線存儲 它不想 載到內存 因為內存不夠大 對吧 我可以外存 做一部分的查詢 其實也是 可以支持的 就未來的 roadmap 我們是希望能夠做到這樣 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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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的 其實這方面 就主要是 主要擔憂是我們 就是Country Twitter 真的 能吸引到的 Country Twitter 大部分都來自於 相應的圖書力廠商 這種 所以我們第一步 可能會 我們先去幫助 就是 跟其他廠商 我們去做一些 開發合作和比較 看 我們提供這樣的性能 這樣的好處 就類似於 Tinker Paul他們想的 我能不能用Gravir來替換他們 現有的Geno的格式嗎 會有什麼好處 我們先自己出去 看能不能幫助到他們 如果可以的話 那反過來就把他們吸引過來 其實是這樣的發展路線 對 我的問題就是 你們是做那種底層的數據格式嗎 對 一般來說做數據格式的話 肯定會有標準提出來 那標準提出來 你們進入工法器的時候 像這些標準上的設計 就是大的定下來的時候 超發器會給你們 就是提供 無數據顧 方面的專家去製造嗎 這個不會 因為它 它標準其實 更可能的是 事實上的標準 就是你用的 你說 你用的系統越多了 它可能就成為 事實上的標準 那你 你不可能 就是你一開始 它就是標準了 所以我 這個 像這種 應該是我 獨步拓展 越來越多 類似於 它最初始的時候 它不會有 類似於 數據顧客專家 直接來幫助你去 把它 它就是這個標準 它不太像那些 Circle 或者G-Circle 這種 有一個委員會 來幫忙制定嘛 所以 這主要還是看 大家的使用情況 使用用戶多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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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是 有 通過 一個 Protobuf 的定義來 定義我們的格式 它有個格式的 Specification 有了之後 所有的 SDK 是來根據這個 Specification 來實現 然後它可以 就是 這個 Format Metadata 可以相互的 就是 傳輸嘛 那這個 就來 來確保 每個 SDK 它的實現標準 是一樣的 會有它硬性的那種 Test case 去保證它 有 有 對 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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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謝謝 她們 第一ita 小姐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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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